欢迎回来小朋友们下面跟着乐老师继续来看一看本章是这儿的第二道小题 好了同学们来看这里 数一数下面的方框各有几个 好一看到题目当中这三个可全都是立体图形对吧 所以呢接下来跟着乐老师共同来想一想 立体图形的技术问题咱们的思路是什么 这一层等于上一层加上这一层当中我能够看见脑袋定的对吧 好思路分析分层数很重要 所以呢接下来呀就跟着乐老师我们一幅图一幅图的来看一看吧 好先来看第一幅图啊 第一幅图注意了你还记得我的方法吗 分层层上往下一层一层的来数 第一层当中有几个啊第一层当中只有一个对吧 写上一个一就是这个黄的 然后呢第二层我写一写 先把这一写上干嘛使啊 用来拖着上面的这个黄的真棒 然后呢注意加上加上什么 加上这层当中我能够看见脑袋定的这三块 对不对 所以一二三对吧 好了一加三等于四 再往下走注意了第三层赶紧先把这四写上 注意这四干嘛使的 是用来拖着上边的非常好 再加几啊 再加上这层当中我能够看见脑袋定的这两块吧 对不对 所以啊四加二得六 没错吧 那么接下来怎么样 把这三个数一相加就OK了 在面数班有的小朋友写完这个六直接打上去 注意了我经常说大风大浪都闯过去 到自己家门前的小河沟 呃就要进去怎么样 摔死了 对吧 淹死了 那怎么办呀 一加四加六 很好 一定要续心哦 所以最后我们算一算 等于多少 哦 应该是十一块 对吧 好了 这一道题先说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第二幅图啊 同学们乐老师要比一比屏幕前面哪一位小朋友反应的是最迅速的 看一看我先听到的是谁的声音呢 准备 第一层几块 真棒 一块 第二层几块呢 哦呀 先把这个一写上 对吧 然后加上一二三 我能够看见脑袋定的这三块 没错 一加三等于四 第三层呢 不管它三七二十一 先把这四写好 没问题吧 四加上 我能够看见脑袋定的这两块 所以四加二得六吧 对吧 最后我们算一算 哦 一加四加六 好吧 结果仍然是十一块 怎么样 第二小问你做对了吗 好 再接再立 再看第三处图 第三处图注意了 仍然是第一层几块 哦 一块 第二层呢 第二层先把这个一写上 用来拖着上边的这个 对吧 然后再加上一二三 然后再加上一二三 哎 一加四加五算一下 结果应该为十块 怎么样 电脑前聪明的你 这三道小题都数对了吗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电子版的答案 注意了 史老师点睛 再来回顾一下 关于立体图形的技术问题 我们的方法就三个字 怎么办 三层数 对不对 而且这个关系是 希望你要牢记 这一层等于上一层 加上这层当中 我能够看见脑袋 第二的 这的观念 我们来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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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讲